黃毓民議員,五分鐘 謝謝主席 這個大橋工程超致 香港人有千萬個理由反對再次撥寬 但是特區政府就要霸王眼上宮 財委會主席就為政府大開方便之門 在這裏可以保護香港人財產的代議事 就真是所餘無幾 溫故自身 2011年11月18日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及口岸設施的撥款486億 在財委會以35票對3票壓倒性的多數通過 反對票的是三個人 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 我希望泛民主派今天有一套說廠去自言其說 為何你會支持這個撥款 我希望今時今日來到這裏超支 你又可能會反對 但如果你贊成這個超支的撥款 就應該槍斃你 香港人應該和你算賬 如果反對這個撥款 2011年有份支持撥款的人 是不是應該霸佔主席台 按緊這個陳建波 好像台灣那樣 你怎麼表決 上次表演給你看 一個人衝出去 掃爛一些東西 手指都流血 接著還發警告信來警告我 是不是 跳上桌子還可以 這裡有20多人 沒有別的選擇 最後一定是投票的 是不是 喂 喂 長毛和我都很厲害 衝突未到半途 就已經那些武漢為賣了 唯一可以做的 是不是 你各今事而作非 你當年有份支持這個 港珠澳大橋撥款的人 我不用叫你否復 你今天做回一場好戲給我看 是不是 長毛是不是 投反對票只有三個人 就是長毛我和陳偉業 2011年 講回舊事 讓大家溫固自身 我們看到的 你一定是霸王硬上攻 一定是硬硬 一定是硬硬 沒錢就是沒有打官司 是不是 因為當時的泛民 說司法復活了 結果沒有人去 只有我一個人去 那無所謂 吃得鹹魚抵得開 是不是 阿毛也是和我 經常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你有份支持這個撥款的人 你有什麼顏面呢 如果你今天 如果這個撥款要在這裡 繼續霸王硬上攻 你這幫泛民主派 不是應該爬出去 這個主席 霸佔主席 不用被陳健波牙斬斬 司法庫是我的 吹吹嗎 就是這樣 救人就可以了 你又不敢做 又在台灣官選 民進黨大勝 民進黨為什麼會大勝 就是爬台搶咪 掃牙 打架 是嗎 是嗎 很簡單 我是做錯了 但是有什麼用呢 六十幾歲人 恩挑鬼命 隨時就跌瓜 是嗎 阿毛也是 現在沒有以前那麼靈活 走出去都沒有氣 大會主席台 你就霸佔不了 這麼高 這裡真的很容易 我告訴你 一表決 我都一樣會衝出去 我現在告訴你 很簡單 是嗎 看看有沒有人幫拖 就是我只要求那些有份投票 支持這個撥款的 2011年11月18日 你現在將功術據 是嗎 衝出去 不要給他 可以表決 不要讓這個陳健波牙斬斬 司法庫是我的 吹嗎 你受得下 我就受不下 不過我一個人就搞你不行 對不對 建制派呢 當然是指責拉布 司法覆核 阻礙燈油轉 地球轉 對不對 余若薇呢 我記得她寫過一篇文章 你們這些人 就是經常動這個公民黨 司法覆核 我又要講兩句這麼多 我大把時間 我還有很多論 我這個不是拉布 我很多話說 是嗎 那幾個都講不完 一分鐘又一分鐘都還可以 看小弟心情 是嗎 就是 她那篇文章 就說 港珠澳大橋工程延伍 不是因為司法覆核的 因為法庭根本就沒有向政府頒發工程禁制令 是嗎 而且政府首次敗訴 亦都有報道說 港珠澳大橋工程延伍 是由於工程需要內地協調 和需要就大嶼山以北的大小磨刀進行額外的海岸公園初步研究 那說到這裡剛剛夠鐘 留下一次 梁繼昌議員 梁繼昌議員